ロッキー ça undet 酸飴 王山好,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11點 這個超級餓 然後呢,這是我的新的計劃 我想來介紹Tommy的口袋名單的計劃 因為我的人生的重點就是食物 然後這次我這個日本人想推薦 台灣的日本的拉麵店 我其實在台灣也有很多我推薦的拉麵店 對對,我其實很多時候晚一點出門 然後自己一個人跑去吃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這是很我的日常生活的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晚上啊,然後一個人聽著音樂 然後走走這樣子的感覺 喔,肚子開始了 很期待很期待 沒錯,就是這裡 Toto拉麵 終於來了,我很期待 其實紐約基民的拉麵店 在台灣的話,現在有兩三個分店 趕快進去吧 好,我到了店的裡面 這裡有那個American Pop的音樂 店的裡面是很時尚的 有很多吧檯 然後座位也非常多的 看菜單的時候 果然這邊的話,主要是拉麵嘛 然後有一些小菜 或是啤酒也有 所以有的話,平常來這邊吃一碗拉麵 然後點啤酒 享受人生這樣子 可是今天我不喝啤酒 其實吃拉麵好了 然後果然要點的是 這邊的招牌的 鳥仁白湯拉麵 這個,我要吃這個鳥仁白湯拉麵 雞肉還是雞肉? 嗯,雞肉 然後那個白飯 對 小湯不用 謝謝 我剛剛忘記跟大家說 這個店的話 可以選超燒的肉的口味 一個是雞肉,一個是雞肉 可是我超推薦雞肉 還有我加點了一個白飯 等一下會知道理由 拉麵來了 那我想先喝湯喔 首先這個湯的味道是 真的有滿滿的雞肉的味道 然後顏色看起來比較淡一點 可是超級濃的味道 喝起來很順口的味道 然後 耶~~~ 好厲害 各位 如果你是吃貨的話 不要先吃麵 我點白飯的理由 這樣濃味的湯的話 放在 這個 然後先這個白飯跟湯一起 不能聽 其實啊 在日本的話 很多人拉麵跟白飯一起配著吃 超級搭配的 然後 才可以吃麵 太幸福 這個麵的口感是 偏硬的 有一點吃的 很有口感的麵 雖然這個麵比較硬 但是這個湯頭的味道 已經入味好 接下來 這個是這個店的叉燒的部分 跟一般的拉麵店不一樣 嗯~~ 這個是雞胸肉 很健康的那種 沒有很多油 可是這個非常的嫩 跟這樣的麵一起吃的話 超好吃 接下來吃這個米飯 然後喝湯 太幸福了 平常的拉麵的燒燒的話 雞肉的比較多 但是偶爾吃這樣的雞肉的話 你會嚇到我 剛剛的是比較大一點的塊 可是像雞肉飯上面的 這樣的也有 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肉 你看 這樣子也推薦 蔥跟這個肉一起吃 太好吃了 應該是這個跟剛剛的一塊的肉 是一樣的種類 可是他們切好的 所以口感的部分有點不一樣 然後這個 蔥也一個一個很大的 然後比較厚 可是沒有苦苦的味道喔 跟剛剛的雞肉 然後加上這個蔥的口感 非常搭配耶 這個拉麵的話 真的裡面有很多配料 這樣子的小小的洋蔥也 這個洋蔥也非常搭配 跟這個肉一起 嗯~~ 這是那個蟳汁 很有入味的 然後這樣子的 貢丸 這個貢丸跟剛剛的雞肉不一樣喔 這個裡面有很多那個 spice的味道 這些很香的 然後當然肉的味道也非常的濃 一碗裡面有兩顆 然後最後是這個海帶的路 所以這個拉麵裡面 有兩個種類的雞胸肉 洋蔥跟蔥 還有貢丸 還有這個 海帶 非常的豐富耶 我現在加看看這個 Fried garlic 超好吃喔 如果放這個的話 真的是口感很好 剛剛炸好的感覺 然後加上那種蒜頭的 很香的香味 感覺是更濃味 應該有些人不喜歡這個大蒜的味道 因為嘴巴裡比較臭臭 但是我推薦加這個 因為這個時間的話 應該等一下會沒有行程吧 所以 只有睡覺 臭臭也沒關係 還有這個我沒有加過 這是辣辣的 這個沒有很辣耶 因為我最近喜歡吃辣的東西 應該這是Hot Chili Powder之類的 會有那種辣椒的 一點點的香味 真的不能聽 不可以忘記拍這個季化 我真的專心想吃的 這個我要炸雞 跟Oleon煎啤酒 謝謝 抱歉大家 加點炸雞跟啤酒 因為我是日本人 一定要吃這個套餐 再吃不得快的時候 真的讓我走 謝謝 繼續來的 這裡的音樂是我喜歡的 很有名的那種 American Pop 所以這個環境 對我來說太好了 如果現在看這個影片 然後有人拿啤酒的話 跟我乾杯 乾杯 太爽了 炸雞來了 很漂亮耶 可是我這個第一次吃 很脆脆的 外表是非常的脆 然後裡面的肉是非常的嫩 肉雞薄法 好脆 然後上面的這個 胡椒的味道也 加上香味 然後重點是 旁邊的它 這是我喜歡的 日本的美乃滋 謝謝 一定要加這個 這個真的是日式炸雞 有美乃滋 然後旁邊有檸檬 真的是非常東南他們 跟美乃滋不一樣的口味 這是清爽的 不一樣的好吃 嗯 然後 快吃掉 吃飽了 吃飽了 哇 非常滿意耶 今天我拍了這個新的計畫 因為我真的想要通過影片 傳達我推薦的 希望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很多人會跑去這個店 然後享受 這個味道 人生的話 一定要吃 很飽 然後很好吃的東西吧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這個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真的想到了 竟然在台灣也有 這麼好吃的拉麵店 這個店的話 竟然到 凌晨4點 所以 喝酒之後吃的 這個拉麵也超級好吃 然後那個雞肉的那個湯 對身體很溫柔 還有價錢的話 那個一碗拉麵 230塊 其實我覺得 還OK 因為應該想吃 這樣的好吃的拉麵 然後在台北的話 更貴的也很多很多 所以這個價錢 也非常的滿意 他們服務也很熱情喔 如果喜歡這個 TOMI的口袋名單 的新計畫的話 給我按讚 然後留言告訴我們 這次的影片的感想 如果很多人喜歡的話 我會拍第二集喔 要期待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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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